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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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美国的设计风情是比较吻合的 将感觉带出来 大迷超过一千尺 一家六口居住 透过镜面玻璃阔阔空间感 再以独特的手法 带出一种漸进的效果 玻璃一进屋 也有一幅大镜 将空间感加大 而在空间规刮上 我们将工人房的墙拆了 然后做柜 进来为角位做了一个很大的缘 墙身也会有很大的缘 所以慢慢由玄关位 饭厅位到客厅 都是由小变大的视觉效果 饭厅餐台和餐椅 特意选用深灰色玻璃 对面一幅木皮长身 包含了五多门 在物料上 也选了碎曲柳 做了一个拼花 看到它这个菱形的感觉 其实也是配合屋主 他想做以国风设计的一个效果 有别于我们一般简选的植物 木纹 感觉层次更丰富 其中一幅是桂门 打开之后 就是饮咖啡和品酒的角落 另一幅暗门后面是主人房 睡床做了两级地台 大大增加左处物量 每一级都有满光 減轻泪醉的感觉 主人房的色彩是相对比较低调的 我们看到床背用了绿色 这种绿色 其实都是沿着因为看到狮子山 把屋外的环境带回屋里面 所以选择了这种绿色 绿色和木色的配搭 其实给人的感觉是自然 天然 所以他们想 比较进入主人房 休息的地方 是舒服一点的 房的另一边是梳妆台 和云石色面的衣柜 加入不少木色围边 兔子的用色吹向型格 白色条纸 并黑灰石纹的尺寸 那个业主 其实他有两个小朋友 而他们父母也经常会过来 是照顾小朋友 他们也比较亲密 所以我们打通了两间房 在中间做了一个托门 然后等小朋友 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两张单人床并排 小朋友房的用色有和 部份墙新造了磁石板 可以随意贴上磁石装饰 可以随意贴上磁石装饰